大家好,这里是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 刚刚逛完了一楼的天文馆 现在我们去二楼的天象影院玩玩 每天有十场 主要内容是太阳系八大行星的科普 我们找个好位置 三四排最好 大行星使得我们的太阳系独一无二 各恒星之间存在第二个之列 很难成为一个加速 第一颗 激历太阳最近的行星是水星 根据罗马众神中的使者命名 它是最小的行星 至近3032英里 水星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176天 一天88天 它位于太阳系死亡地带 高温和强烈的太阳风 时刻撕裂大气层 然而水星不断重新建立大气 长期形成的火山暴发 断裂和雨之风 尽管位于太阳系最有情域 水星亦导致两极结水成冰 这两人十年为奇 水星的存在是个奇形 因为它在多长逆境中 奇迹的生存下来 水星之后的下一个行星 为最美丽的金星 作为距离太阳系第二季的星星 金星根据罗马女神命名代表爱和美 然而请不要为其外在迷惑 在美丽的表现下是恶劣的环境 它覆盖着浩重的旋徒的云层 由毒气和酸性液体构成 掩盖其地表不为观者所知 金管水星距离太阳最近 金星却是太阳系中温度最高的行星 金管尺寸和材质与地球相似 金星演变为与地球截然不同的行星 地表温度越为华氏900度 地表覆盖火山 承受温室气体的烘烤 金星可谓是做地球的温室兄弟 然而在其他各个层面上 这两个行星有着天堂和地狱之别 盼着云尼 作为名副骑士的人情领域 金星提醒我们 全球温室效果下 地球可不存在的命运 我们的地球母亲 在光芒的宇宙中 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在旋动的白云之下 有着溢彩分成的景色 绿色的植物 棕色的土地 蓝色的海洋 使得整颗行星如同仙境 丰富的水源 滋养着美丽的地球 同时水是生命之源 水 土地 以及空气等要素 毕与了地球上的生命 剧烈的海潮和农海流 移动着整个地球的热量 地球够扫板块 形成墓地 并有种墓广和气候气候 地球上 大自然千奇百怪 变化多端 从日出到星空 这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而我们人类是它的保卫者 月空中最大核见星体是月球 尽管激进几反射太阳光 且满年来 它是食人的宠儿 41年前 大型物体撞击地球 飞溅至太空的碎片 形成了月球 它代表着爱女们 是地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月球上不存在大气 但其引力足以影响地球潮汐 我们最近的邻居火星 根据罗马展示命名 火星既亲切又古怪 火星上的一天 既亲比地球上的一天长一点 同样具有四季更体 与地球一样 火星上存在火山 山峰 干涸的河床 海底峡谷 沙漠和基地冰带 然而 火星与地球存在差异 其天空呈粉红色 日落成蓝色 如同在任何其他行星 火星经历了斑块构造过程 然而 不同于地球 时间阻止了它进化的脚步 火星是地球进化的最佳参照案例 然而 同时带来未解之谜 是什么阻止火星成为第二个地球 穿越快撞步和碎片构成的分界线 我们迎来了火星之后的下一个行星 分界线 在不经意间将各种行星分为两位 包含广袤陆地和气体巨星 我们称之为小行星带 这些小行星是围绕太阳运动的岩石和技术 它们是松散材料 没有成为行星的命运 所有小行星的总体质量消灭于求 小行星带之后 我们迎来太阳系最大的气体巨星 木星 根据古希腊天神赵斯命名 木星充满大规模的狂烈的风暴和漩涡 其表面不可见 体型巨大 可以容纳大部分太阳系 尽管木星打红斑足以吞没三个地球 木星默默地守护着地球 湿着地球免受外部小行星和彗星的攻击 通过强大的引力 木星吞没试图越界的绝大部分彗星 太阳系第二大行星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它的平均一度低于水 图星的表面有助于解释 地球演变为圣态家里面的过程中 历经的初期恶灵环境 根据罗马农野之神秘名的图星 也被称为尺幻王 距离太阳8.91亿英里的图星 拥有最宽广最美的宽幻 这些旋转的圆环 由小星里还有这本50的图星 成为太阳系最上镜的行星 穿过图星 我们迎来沉睡的行星 天王星 根据罗马天空之神命名 天王星倾斜97度 夏季最长的白昼 相当于地球上21年 冬季最长的黑夜 相当于地球上21年 据说天王星 曾被地球大小的星体撞击 导致行星整体惊喜 2007年 这颗冰冷巨星 经历昼夜平昏 因此其冰风的表面 装化为许多新的暴风云 位于大气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王星变得越来越有趣 此次星星盘变即将结束 最后压轴的是美丽的白昼星星 根据罗马海洋之神命名的海王星 是最远最美的星星 隐藏于后处的大气之中 海王星是最美多风的星星 海王星拥有快壮滑的星星 但不像古星那般去云 海王星是几亿高超的窃贼 他悄悄捕获其他爱心 有机强的引力差 海王星从外太攻捕获卫星 如你所见 星星家族集结最怪异的 独一无二的星星 它们构成完美的和谐和平衡状态 从水星炙热的表面 到海王星冰封的多风的世界 太阳气是英国西国南山明珠 朋友们咱们相机太刺了 这种投影有点拍不出来 现场看还是很震撼的 电影播放结束 50块钱把我们拉到天眼下面 还得爬山 不想爬的话 再坐观光车上山又得20 后面不能给大家分享了 所有电子产品都不能带 都得存在这个柜子里面 还好这个柜子是免费的 只能带胶卷相机进去 朋友们我已经出来了 来回路程加爬山 再加参观天眼 一共花了两个小时 一张照片都没拍 邋遢的撒瓜相机拍 一张就得30块钱 我到网上找几张照片 给大家分享一下 足足花了两天时间 就未看了一眼天眼 大家感觉值不值 还到昨天下车的这个地方 等那个到罗电的车 我们去下一站了 罗电县 我们下车的车就能带打了一张照片 我们下车就能带着车的车 我们下车就能带着车